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A卫视4月28号星期一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周 各位好 我是宝身 春季以来百花香 中共元老郊游忙 最近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 胡锦涛等前朝元老 纷纷高调在公众场合露面 他们或者探亲访友 或者踏亲郊游 那么他们为什么频频出访呢 我们首先请专家进行分析 另外 天津政协常委 北方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本月中旬自杀身亡 另外 中国银监会一名48岁的部门官员 在本月下旬猝死 中国官员为什么频繁非正常死亡 他们是否官不聊生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也将听听几位中国政坛观察人士的看法 不过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好 在纽约时报方面的奥巴马说 美国将对俄罗斯进行更多制裁 美国同性恋维权组织将把推广权益的努力 集中在南方以及西部隔州 正当手机内的讯息收到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 警察需要有搜索令才能调出嫌犯的手机 华人论有报的头版新闻是 研究显示对食物使用辐射有助于消灭病毒 但消费者抗拒这种做法 正当中国与邻国关系紧张之际 中国 美国与菲律宾签署军事协定 共和党籍众议员格林因为竞选资金案件 星期一向联邦调查局报道 近日美国报 埃及判决683名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死刑 致命龙卷风在美国阿肯色州造成至少17人死亡 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是 伊拉克正在准备星期二举行的议会选举 美国正在开始准备应对中国未来 可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 对邻国展开军事挑衅行动 措施包括在中国附近部署B-2轰炸机 以及在中国附近海域进行含母演习 武装人员攻入乌克兰东部的一个警察局 索性无人伤亡 最后是洛杉矶方面的消息 丰田汽车将把北美总部从加州搬到德州 洛杉矶NBA快船队输掉季后赛 同时他的老板斯特林 因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而陷入丑闻 好的 以上是今天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接着我们一起关注今天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菲律宾 菲律宾是奥巴马此次亚洲四国之行的最后一战 在奥巴马星期一下午抵达菲律宾的几个小时之前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戈德伯格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盖兹敏 签署了为期十年的新安全协定 该协定允许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 该协定制定了美国军队及舰船战斗机等设备 轮换进驻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框架 奥巴马总统在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他要明确指出的是 在新的安全合作协定下 美国无意所回老的军事基地或者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他说协定的目的是协助训练和建立合作 这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 也是为发生自然灾害做准备 阿基诺总统说 他不认为中国应当担心美国扩大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他还表示菲律宾不对地区其他国家 菲律宾不对地区的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另外美国表示西方对俄罗斯卷入乌克兰事务的最新制裁 针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和那些跟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公司 白宫助理副国家安全顾问布林肯 星期天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上表示 从这个星期开始最新制裁将向和普京最密切的大公司官员 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公司施加额外的压力 布林肯说制裁将针对向俄罗斯国防公司的高科技出口 他还预言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将产生影响 新的制裁措施是美国和欧洲盟国迫使普京遏制俄罗斯在东乌克兰的作用 从俄乌边界撤出军队的最新尝试 早些时候的制裁针对一些银行活动和其他和普京关系密切的大公司官员 上个月俄罗斯兼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 很难确定这些制裁能否对俄国经济造成直接影响 在俄罗斯跟西方就乌克兰问题发生对峙之前 俄罗斯经济就已经疲软 今年的增长预计微乎其微 布林肯说从今年初开始俄罗斯金融市场下跌了22% 卢布处于历史最低点 投资者已经从俄罗斯经济中撤出了700亿美元 接下来一起关注失踪马航客机的消息 阿大利亚总理阿波特说 不会放弃失踪马航的搜寻努力 并且扩大海底的搜寻范围 阿波特还说极有可能不会在印度洋海面 发现失踪马航航班的任何碎片 有关当局一直在把搜寻的重点 集中在离波斯大约3200公里的 一块10平方公里的海床 美国海军的蓝旗21水下航行器 在海底搜寻多日 但迄今为止未能发现飞机的任何碎片 阿波特说 时至今日马航航班的任何残骸 都可能已经浸透水而沉没 上星期阿波特对记者说 如果水下航行器未能在西海岸附近 找到任何碎片 当局将重新审视搜寻工作 但是他表示不会放弃搜寻努力 阿波特说 遇难者家属有权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月8号 这架波音777 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踪 机上有239人 马来西亚当局相信有人蓄意改变了飞机的航线 但是他们拒绝排除马航航班 遭遇重大机械故障的可能性 另外在台湾方面 星期天成千上万台湾反核抗议者在台北游行 要求停止兴建台湾的第四座核电站 示威者封锁了台北最繁忙的街道之一 星期一清晨 警察使用高压水龙驱散示威者 抗议者誓言将继续静坐示威直到立法院开始讨论有争议的核四问题 很多抗议者担心 兴建新的核电厂会增加爆发类似日本福岛核危机那类事件的可能性 2011年福岛电厂遭遇海啸清晰导致核危机 台湾与日本一样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发生经常发生地震 尽快回复人民 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星期一开始参加投票 自从美国军队2011年底撤离后 这是伊拉克首次举行选举 伊拉克安全部队率先投票 其他选民将在两天后投票选举新议会 投票开始前伊拉克不断发生暴力事件 逊尼派激进分子袭击安全部队和在伊拉克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 分析人士说伊拉克的选民星期三很可能以教派和种族因素来决定投票的意向 好的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 好 近日中共退休领导人江泽民 胡锦涛等人纷纷高调在公众场合露面 有评论认为这些中共元老欲彰显自己江山还在大树不倒 好 也有人说他们抑郁凸显政治团结支持习近平反腐打贪 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四处探访呢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福建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缘缘 这个火腿制度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大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你们看到他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色 中华民国政府半天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春季里来百花香 中共元老郊游忙 近日 中共退休领导人江泽民 胡锦涛 吴邦国 贾庆林 李长春等等 纷纷高调在公众场合露面 或者探亲访友 或者踏亲郊游 这些中共元老 试图显示他们江山还在 大树不倒 没有受到政治斗争的牵连呢 还是他们抑郁凸显 政治团结 支持习近平 反腐打贪呢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 要探讨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话题 好 美国之音时事在站节目呢 将邀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 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 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 何平先生 何先生您好 你好 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skype参加节目 那么另外一位呢 是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 但是由于电话呢 没有办法接通 所以呢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把张立凡先生接通到我们的现场 所以首先呢 我们想问一问何平先生 就是最近呢 关于中国的这个前朝元老们 包括胡锦涛江泽民等人呢 不停的在公共场合露面 那么关于 其实他们并不是唯一露面的这个两个人 其他呢 刚才我们也谈到 还有另外的一些前朝的重臣 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的 就是说 这些前朝元老呢 他们最近呢 有哪一些这个具体的行动 还有他们有哪一些这个言论引起了注意 那么以及呢 各方的反应是怎么样 猜测是如何的 何平先生 我们对这个 这个中共政治人物的这个 他的动向 他的这个 取经的这个传策啊 所得到的资讯呢 是非常的 这个 稀罕的 所以呢 就是很盈利在我们做 对中国局势判断的时候 来犯一下 最基本的这个 错误 事实上 中共这个元老 公开露面 或者不露面 或者是怎么一种 露面的方式 如果不进行非常细致的 这个追究的话呢 很容易做出一些误判出来 比如说 有一些元老他没有露面 并不等于他就是有问题 比如说 其人大委员长万里 前政法委书记 政治局常委 乔石 这两位 根据我们 跟他们家人的这个 近距离的这个了解 接触的话呢 其实很多年 他们就已经是 去老迷痴呆 身体状况 非常严重的一种状况 但是我们注意到了 海外很多媒体 还传说他们 这个上书 那个发言 那很显然 没有了解具体的情况 实际上他们两个人 很早就已经 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 所以不露面 并不等于他们 真的是有问题 是有很多 其他的这个因素 而露面的情况呢 也是美国 具体的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像 这个胡锦涛 胡锦涛这次露面 和这个习近平 是有某一种 密切的这个互动关系 不是是 不仅仅是胡锦涛的 这个露面呢 中共的这个 这个通过某一种 隐秘的一种方式呢 进行了这个 比较集结的传播 主要是一个什么 学习粉丝团 更重要的是因为 胡锦涛的这次活动呢 暗示了某一些 这个政治含义 因为它不是一个 存在个人的 私人的一个访问 它去的主要是 这个胡锦涛的 胡耀邦的这个故居 那么 胡耀邦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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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5号 这个去世的 1989年 那引起了89年的 这个学生运动 那胡耀邦 一直在 中国的 中国的社会上 有巨大的 用中共的语言来讲 就是说 喜欢讲的语言来讲 就是有正能量 因为他的形象 比较连接 而且他平反了 很多所谓的 高干的 这个 冤假错案 他做了很多 比较开明的事情 是深得明信的 那么习近平 很显明的 想借助这个力量 来支撑他的 他的政治权威 所以他和 这个胡锦涛 形成了一种 互动关系 比较高调的 巧妙的方式 来把这个 胡耀邦 胡锦涛的这次互动 推到一个 比较高的层次 那么另外的一些人的 互动呢 就是像贾庆林 他们 带有一种 半官方的味道 因为他是去的是 一些企业 去参观 去 还有某一种 指导 业业工作的 一个意味在这个里面 而江泽民的互动呢 带有这个 高度的 纯粹的 私人的互动 他是去看一个 个人的这个 这个朋友 个人的亲友 那么这样一种互动呢 中共传统上来讲 都是不报道的 不管你是在任 还是不在任 所以我们不能 OK 不报道这个 江泽民的互动上面 来判断出来 江泽民和 和习近平就有矛盾了 从这个 胡锦涛和 这个习近平的互动 我们就判断出来了 他们两个人 是有紧密的 这个合作关系 来对付这个江泽民 我觉得这些判断呢 就大体上 还是比较 比较粗糙一点 我觉得站在习近平的 角度来讲 他未必都真心的 和胡锦涛 或者是跟这个江泽民 都有非常好的 一个关系 即使上他的上台 是得到了这个 这个 习近平的这个支持 得到这个江泽民的支持 但是时间过长了 那么江泽民 如果干政的 这个动作太多 那习近平肯定也是 很不舒服的 那胡锦涛 虽然是个很无能的 一个领导人 他跟习近平 是两个不同的 这个政治派系 但是如果胡锦涛 干政比较少 这个比较 就是说 他在旁边 什么都不管 那么呢 也不动用他的 更加势力地 和这个 习近平作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习近平可能就觉得呢 可以跟他 一些合作 但是并不等于 他们的合作 会长期下去 也并不等于 他们的合作 会非常的坚固 因为更进团 这个政治派系 对于习近平来讲 也是一个 需要灭掉的 一个政治派系 因为这种政治派系 对他的时政会 有一种很大的干扰 不仅是 这个更进团的派系 是比较无能的 一个政治派系 而且很重要的是 他有很有型的 这个组织体系 因为更进团 是传统上的 中共的所谓的接班人 所以在各个领域里面 更进团的势力 非常强大 这是习近平不喜欢的 所以这些政治关系 都非常促增复杂 不是一露面就没事了 不露面就有事了 所以这种判断 要根据每一种个案来看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些退休官 高官 这个退休官休了以后 他们不敢进步 他们去骚扰 这个寺庙很平凡 他们在任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政策 是干涉和打压 中国的政教自由的 但他们一退下来以后 很喜欢到寺庙里面去 我不知道他们 是一种什么 一种心态 他们也很喜欢 在同学面前去炫耀 去找同学 最一句像江泽民 是在典型了 然后就骚扰他们的家乡 好像是一景方向的味道 在家乡闹的声势浩大 他们很喜欢到处去 心思郑重 很少有一个领导人 去访问的时候 真正是静悄悄悄的 不是的 都是动用了当地的 这个党跟军的这个领导人 所以他们 他们在地方的干扰 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中国非常糟糕的是 这个团队 他不是一个人 不是两个人 不是十个人 是几十个人 甚至现在加上各种领导人 加在一起可能几百人了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这么一个 一个群体 而且他们是极其腐败 而且他们是不受任何制约 而且他们不但在台上 像是这个女子的嚣张 他们下了台以后 仍然是盗取的 这个骚扰中国的正常生活 好的和平 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 再接着聊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 观众打来电话 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 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 收干的是 美国之音的 时事大家谈 如果您希望参加 我们的节目 请拨打免费 听众热线电话号码 400-120-0551 再说一遍400-120-0551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就请 广西的林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林先生您好 你有什么话要讲 您好 您好 我觉得这些退休的官员 参加一些个人 或者公共性的活动 也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那西方的政治人物 他们现在 其实也会参加一些 类似这样的活动 而且在这些政治老人 和80年代那种 跟革命年代 他整打了过来的 那种政治老人 其实是威望 地位 其实是完全无法 从而以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太过度解读 从一些什么干政 不干政 之类的事情 我觉得 有点过度解读了 谢谢 好 谢谢广西的林先生 林先生认为 这些退休老人 在工厂和陆路面 是无可厚非的 不需要做出过度的解读 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张先生您好 湖北的张先生很抱歉 您说话 这个效果断断续续的 但是我听到您认为 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 谢谢您打来电话 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张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中国的问题 是很复杂的 鲁迅先生说过 动机把 说邓小平的伟大 就是解决了 领导干部终身制的 就退位的问题 但是休的问题 还没有彻底解决 但是习近平先生 接班的时候比较强势 不像胡锦涛 后边还跟江志明先生 就说这次接班是比较彻底 但是那些退位的高官 是不是最有影响 我认为是有潜在的影响 这一点必须承认 中国问题 社会的复杂性 就是潜在的影响 美国恐怕就没有这个影响 必须承认这一点 到底有多大影响 那就是个人也个人的看法吧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接下来请江苏的习先生 或者是西先生 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您好 音音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您好 您好 这个在中国嘛 但是这个 就是垂帘听证嘛 我认为 还有别的要讲吗 在中国你您说 就是那个 从邓小平 就是到 他那个时候 他是干预江泽民 是吧 那个时候 江泽民的时候 他也干预 胡锦涛的这个事情 到那个 习近平 这个 有个干预的 我认为 也很正常 好的 谢谢江苏的习先生 和平 刚才你发言呢 谈到了几点 一个是 出来不见得意味着什么 不出来也不见得 不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你 在中共这么一大批 退休的元老 都露面的时候 引人注目的是 前总理 李鹏 没有露面 这跟最近 反这个电力集团 反电力行业 这个老虎 有没有任何关联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谈到 中国的官媒 一般不对这些个 领导人的活动 进行报道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 无处不在的地方 据报道 江泽民去 扬州的寿西湖 还有其他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清场 就是任何百姓 只要你手里 有一个手机 就可以把他的照片 照下来 然后发给亲朋好友 或者上自己的博客 然后告诉大家 今天江泽民露面了 这里边的政治含义 能不能通过这个 社交媒体 这种传播 来进行解读 就是这些领导人 试图向中国民众 来表明一个信息 就是我现在一切都好 我的派系 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斗争的 牵连和影响 是的 一般来讲 就是一种公会 露面是某一种姿态 以前是传播一种 一种消息 说我好像没事了 但是最近几年的 这个反腐败的情况 来看的 就是这种东西 其实是靠不住的 你看周永康 在我们报道上 被抓之前 他仍然是出席了 这个石油大学的 消灯活动 那么徐测浩 在1月20号的时候 跟习近平 还一起公开露面了 而且是非常官式的 这个活动 那么刘天兰 还有很多的 这个被抓的 这个涉嫌经济犯罪的 这个贪官呢 都是在被抓之前 几天还公开活动 所以公开活动 已经不完全呢 保证他的这个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就是 公开活动 确实是某一种姿态 至少证明 他当时还没被抓 那么对 尤其是退休云老的 公开露面呢 对他的政治派系 是有帮助的 因为有一些人 他即算是身体不太好了 年纪很大了 但是他一大落命呢 就是及他 政治派系 动他的时候 就是会有所这个顾忌 那么对于这个李鹏呢 大家是非常的关注 不仅仅是他的家族 是极其涉及 非常严重的 这个腐败问题 他的几个子女 不仅是李小林 李小鹏 而且还有这个 李小勇 就是问题都非常严重 传说到很多 更重要的是 今年六四四 六四二十五周年 人们记忆中间 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是没有 母调的 那就是李鹏 在六四屠舍中间 扮演的一个 主要的 屠夫的这么一个 一个形象 人们是 这种 这种这个心结 是没有去掉 所以很自然来关心 这个 这个比较关注了 这个李鹏的 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都知道 腐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腐败是整体 中共高层的一个问题 而且中国的腐败 最根本的根源 就在最高层 所以最高层的 这个家族 是几乎人人有份 在这段情况之下 那么习近平 首先拉下的是 这个对他的利益 比较明确相关的 所以政法委 是一个刀把子 他必须要 全拉下来 军队是一个枪杆子 他必须要 拉下来 那么石油系统 电力系统 也是一个资源 侦措的过程 他是把李鹏拉下来 或者李鹏的子女 拉下来 他是采取 警告的方式 我觉得他是 每一个情况 根据不同的 这个情况来 对待的 根据母亲的情况来看 就是他警告 李鹏家族的 这个因素 要超过 马上拉下 这个李鹏的因素 因为习近平 虽然做了很多 反腐败的行为 但他在政治上 并没有传递 出过强调的信息 就是他要 平反六四 或者他要 开启中国的政治的民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不希望打击 李鹏传递一个政治的 一个变革的信号 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讲 他不会去 暂时 马上去把李鹏家族 理解的完全拉下来 警告的气味是有的 好 谢谢何先生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VU卫视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 中共元老们 最近交友盲 是为什么 透露出什么信号 我们听到的嘉宾是 美国明镜集团的 总裁何平先生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您可以拨到 我们的日线电话 400120551 400120551 来发表您的看法 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 接下来何先生 我想再问问您 就是刚才您也提到 就是胡锦涛的 他是到湖南 祭拜了胡锦涛 这个胡耀邦的家乡 那么胡耀邦这个人呢 对中共的各派系 像现在太子党 以及团派和这个江系的 上海邦的 究竟分别有什么样的 这个意义呢 现实意义在哪里 因为中共的整个 已经失去民性 就整体上已经没有民性 所以大家都认为了 中共是一个 不可能有好人的一个机构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以后 大家就开始搜索 一个中文来的一个形象 认为大家都是 这个有很多问题 因为这个原因是 那个原因是 实际上大家来说 平凡 这个冤假错案 其实很多也 未必是冤假错案 很多的高级官员 实际上就是犯罪来的 实际上就是贪污复发 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 打击他们 就是手段是非法的 是不应该的 并不等于这些人 就没有问题 但是这些人后来 都是纷纷评价 评价的冤假错案 当然我们真正发现一些 历史的情况来看来 其实这些名称 都是很有问题的 深入都有很有问题 但他们就开始 组造一个神话 这个神话 就是周恩来 但是随着我们 更多的了解 这个中共的历史 尤其是高文青先生的 晚宁周恩来 推出了以后 人们对周恩来的 真实形象 真实处境和真实的 作为 有了更开放的评价 所以周恩来这个神像 也垮掉了 那么现在 大家又开始想 塑造另外一个形象 这就是胡耀邦 其实胡耀邦 大家给予他 很高度的评价 就是因为他 个人有很好的 这个道德品质 他个人做了很多的 好的这个事情 比较开明的事情 但是对胡耀邦的 这个神话 来试图挽救 中共的形象 我觉得很可笑的 因为胡耀邦 在很多的真正的 政治的讲话中间 我们也很准 很清晰的可以看到 他并不是一个 真正具有民主和自由思想的 这么一个领导人 所以对他的 顾高的夸大 来就挽救 中共的形象 我觉得是很可笑的 也并不像一些民主分子 或者是一些支持 这个中国民主 或者自由派分子 所主观提到的那样 胡耀邦是一个中共的 中国民主发展的 一个旗帜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胡耀邦就是一个 令人尊重的 在中共领导人里面 算一个比较不错的人 但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民主 和自由的一个旗帜 或者中共也把它 变成利用成为一个 得到民性的神话 我觉得其实是达不到目的的 因为这挽救不了 整体中共腐败的情况 我刚才前面讲了 为什么就是 中共的领导人 退休完了以后 对老百姓的生活 是一个逆重的干扰 其实不仅仅对老百姓的生活 是一个逆重的干扰 对于中共现在的 执政的 在前面 当官的这些人来讲 也是一个民政的干扰 我们都知道说 郑小平废除了 这个干部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其实错了 其实一个更糟糕的情况 是坦率地说 他不会去真正制 因为呢 不会去真正制以后 这把人退休完了以后 他享受了这个待遇 但是经济待遇 政治待遇 并没有下降 反而是增高了 那么他表面上 没有在前面去当权 不承担责任的 但实际上在幕后干政能力 是非常强的 不要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主席常委 或者是政治主席委员 退休下来 就是一个挂名的人大副委员长 人大常委 或者是一个中央委员的地方的干扰 程度都很高的 我随便讲一讲 一个退休的中央委员 或者一个退休的部长 跑到某一个省去 去玩一玩 去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 那个省委书记和省长 他必定会去看望他了 如果不是看望他 也许这个老人就会跟他打败 这个老人就会跟他讲前话 但是你跟我算一算 中国现在退休的 退休下来的中央委员有多少 国家的什么 副委员长 委员长 这个政协主席 副主席人大常委 政协常委 人和政治局委员 人和书记 属于中央中央委员有多少 这样一个庞大的腐败集团 是不是比一个曾宗志还更好呢 如果曾宗志 至少还就是那么几个老人 对不对 就是那么几个家族 而现在不曾宗志 这些人家族有多大 所以我们简单的拼命说 退休曾宗志 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的根基 实际上错了 实际上一个更庞大的腐败集团 还在成长 那是更可怕的 还有一个语言 就是说 退休的老人下来 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 也是正常的 这是不对的 在美国除了总统 有一些特别的利益的保证 和安全的保证以外 大部分的美国退休下来的 无论是议员和高管 其实都是一个普通的平民 他们基本上不会跑到纽约来 纽约州长马上去看他 对不对 一个议员到洛杉矶去 马上洛杉矶州长去议员来 除非他们有很多特殊的私人关系 和很特殊的 还有一些一二一的讨论 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美国的高官退下来 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民 而且中国不是的 中国退下来的高官 到任何地方去 都会动应当地的警察 都会动应当地的官员 甚至还是会动应当地的军人 军人领袖 所以这是非常恐惧 和非常可怕的一个腐败集团 所以怎么用一个终身制的这么一个东西汇取 就是认为了得了 主要是老百姓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不知道他们复发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也不知道他们对现在的政治 也干预到什么程度 和平 刚才你确实谈到了这个胡锦涛的路面 这是非常值得让人寻味的 因为第一是他曝光率非常的频繁 他最近五次在公众场合出面 另外一个不久前曾经有猜测 说习近平和王岐山打虎 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来自江泽民 还有其他的一些前中共的大佬 所以很难进行下去 习近平 王岐山需要得到 所谓团派的支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胡锦涛五次在公众场合露面 而且就像你所谈到的 他拜访了胡耀邦 也就是前团派的开山鼻祖 胡耀邦的故居 这里边在你看来是不是向中共全党 和全国人民发出一个信号 至少在反腐打贪的问题上 习近平和王岐山是得到胡锦涛的 这种支持的 我觉得与其说得到胡锦涛的支持 无论说是得到胡锦涛的不干要 因为在政治的这个预料里面 两个超级预料 一个是胡耀邦 胡锦涛 一个是这个 这个 这个江泽民 我们知道中国政策的情况下 都是知道江泽民是一个喜欢干政的人 江泽民是一个喜欢个人表演的一个人 江泽民是一个喜欢扮演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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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皇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这样一个人 即算是他支持了习近平的上台 但是我相信对于习近平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掌握权力的人讲 其实心里都是很不爽的 而对于这个胡锦涛来讲呢 他是一个没有无能的一个领导人 他是一个在台上的没做什么事 他怎么到下台以后反而能做事情呢 所以也不要夸大他的这个真正的能量 我觉得现在之所以来利用胡锦涛的这个行为 做一些高调的宣传 这是习近平的幕僚们的一个一个计谋 他们就认为了 胡锦涛反正没有什么干政能力 让他呢这么一个不干政的人呢 来露面来表示出来 对这个干政人的一种一种暗示 一种制约和警告 我觉得胡锦涛是没有能力的 他在台上的没有能力 难道下台了以后能力就投影增加了吗 他不是的 那么在这种之后是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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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他的这个意义 我觉得中国的高中的互动啊 他有时候不是那么明显的 不是那么的这个无依无首 你就对他们就是哥们 一不见面好像他们就是敌人 不是的 我觉得从亲密的关系来讲 习近平还是更亲近这个江泽民一些 但是他只是觉得江泽民 不就是江泽民了 江泽民的孩子啊 江泽民的这个手下的人啊 干要这个这个这个习近平 可能肯定是超过这个胡锦涛的 那么习近平我估计 在那人之常见的角度来讲 也是比较烦的 所以这个时候 利于一个无能力领导人 来来来展示一下 是一种暗示 是一种警告 还有一个话题 我们就是看到李长春 到了河南的少林寺 还有贾庆林 吴邦国到了北京的白云寺 这个中共的前高层官员跑到寺庙里去干什么 你能不能给解读一下 我觉得他们一生啊 足无多端 一生足无多端 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呢 又求求这个 这个神灵保佑 一方面他们在台上的时候 这个残害增交自由 婆婆增交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是装成嫩鬼啊 就求得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个平安 这个是非常光潮和可笑的 但是就像一个海帮大片一样的 一个黑社会的投资了干净的坏事情 那他好像还带一个女孩 或者是带一个男孩 或者带一个老人 非常好一样的 通过这一种政治张力啊 来求得他的一种政治的 一种内心的一个平衡 如果他们真的是兴奋这个福教 他们真正是这个 这个这个 有一种内心的一种平衡的话 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当那个官 能够当向中国这么高层的一个位置 他一定是制作了无数的反应 他一定是抗黑了很多他的同僚 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坏事情 果然的话 他是爬不了那么高的 但是很可笑的是 他们人之将死啊 就是其行行善 就好像跑到这个寺庙面 去求生办复 其实不仅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李昌春 这个这个 无邦国这样的人啊 江泽民 李鹏和 他们都是假的 我觉得很很荒谬 因为他们在这个这个 这个价值观里面 其实是很混乱的 一方面他们表面上 开会的时候 是装模作样 好像是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他们内心 所血液里面 和他们脑子里面 还是有一种就是 想求求这个神灵保佑 想求这个自己的 有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内心的安定 我觉得他们是矛盾的 他们是是是是是 内心是有 还是有冲突的 不是完全说 就是一杆子擦到黑 就是一个一杆子擦到黑 他们四面都可能不去了 好的 非常感谢 美国明镜集团 总裁和平先生 参加我们 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 官员频频死亡 官不聊生怎么办 接下来还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课作教授张博树先生 加入我们的讨论行列 细细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极画方式垂直极画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 大家谈节目 剧报天津政协常委 北方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59岁的原董事长刘慧文 本月中旬自杀身亡 此后几天 中国银监会一名48岁的部门官员 李建华本月下旬猝死 不过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件 中国青年报部完全统计称 从2013年1月1号到2014年4月10号 不满16个月期间 中国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 平均每月超过三起 其中被官方认定自杀的有23人 那么中国官员为什么频繁非正常死亡 他们是否官不聊生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请分析人士来一同探讨 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 由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平先生通过skype在纽约参加我们的讨论 另外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张伯树先生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非常感谢二位 那么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大陆和台湾的两岸观众 都可以拨通这个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首先请问一下张伯树先生 刚才宇州营介绍了一组数字了 从2013年1月1号到现在 已经有54个官员非正常死亡 其中超过40%都是自杀身亡 那么这当然是不完全的统计数据 这是中国青年报报道的 在您看来这些很多的官员 为什么都像唐塔一样都跳下去了 是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那个中国官场的这种 最近这个自杀的人很多 我想是不是可以用这么一个词来概括 就是官场这么多年的话呢 在中国是一个高危生态 高危生态 之所以是高危生态的话 我觉得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个嘛 当然是诱惑太多 在我们中国的官场上的话呢 大家也都知道 由于是个党国体制嘛 它的权力是没有制约的 或者是权力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 宪政民主意义上的制约 所以这个官商结合 这个权力和金钱结合 可以给这个维观者带来很多的好处 它有太多的诱惑 这些年无论是地方上 还是中央上面 出了很多的小老虎 大老虎 这个小苍蝇 那这些个的话呢 其实贵宾结底 都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 权力不受制约的这么一个 官场形态里边 那么它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诱惑 使得官员的话呢 总是想同在里面去捞取好处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官场又 就是它的陷阱又太多 陷阱太多 就是说呢 你想你这个 你在这个围观过程当中 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当然从法律上也好 从道德上也好 那这些方面 总是会有一些个问题存在 但是从习近平上来以后 18大以来的话呢 出于这个党国中心吧 甚至是这个红色帝国 崛起的需要 习近平确实也在大力反腐 这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 以至于现在有一种 所谓官不留声的这种说法 但是呢 中国的体制内的反腐 包括现在习近平的这种反腐 他呢 又有这么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说 他是一个非程序性的 这个当然是不仅是从习近平开始 习近平以前也是这样子 那么所谓非程序性呢 就是中国对这个官僚的 这种治判 它不是通过一种 正常的一种司法的途径 那么经过这个调查 然后检察院起诉 然后法院进行审理 然后进行宣判 然后有适当的这种辩护 有这样一套合法的 程序性的 司法的程序来做 在中国的话呢 对官员 对党政干部的这种整肃 一般来说的话 首先是要借助于 他的这套所谓技检机关 借助于他的政法委系统 那么这套系统的话呢 它是通过一种 党内这个立规的方式 如果你出了问题的话呢 我是先通过所谓双规 在规定地方 规定地点 然后要找你谈话 而且这个谈话 和这个整个整肃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充满了很多法外 施压的这种特点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它是一种非程序性的 当然会给我们 所有的那些围观者 带来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压力 因为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能会找到他头上 不知道自己过去 哪件事的话呢 可能被发现了 然后的话就给他 这个倒霉了 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还有一条的话呢 就是中共党内的斗争的话 有帮派斗争的特点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这方面当然和平是专家 那么 邦派斗争特点的话 就是它不一定是因为 你这个人在反腐 在腐败 怎么讲 出了多大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 你可能比其他的同僚更腐败 而是因为的话呢 你可能是牵扯到某一个 这个邦派集团里边 那么在党内斗争当中的话呢 你成了牺牲品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它也仍然会以反腐的名义 来把你加以整肃 所以从一个 一个官员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设身处地的来想 假如说我是一个官员 我可能我不知道 我自己在什么情况之下的话呢 就被拉进去了 哪怕我自己的话 只是一个小苍蝇 或者我这里边的话 我没有做什么太多的 更出奇的事情 但是就是由于这样一种 这个我被牵扯到某一个 这个帮派的这样一个系列里边 最后的话呢 我成了牺牲品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也会造成 官员的一种内心的压力 好 对 那就是说的话呢 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得 中国的官场 它这个高危生态 是吧 它尽管说 它有很多腐败的机会 但是它也感到自己 心里边一直是一种 很恐惧的 很忐忑的一个状态 好 谢谢张先生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VOA卫视 时事大讲探节目 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是 中国官员 为什么频繁非正常死亡 我们对着线电话是 400-120-0551 接下来我们接听 几位观众 或者听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呢 是江苏的习先生 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反腐 它本身 它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对 好 他们那个呢 就是这些人 他本身的真正 也就是一些 政治斗争的这个牺牲品 再加上呢 就是这些人 他本身可能也就是有一些 那个不可告人的一些 勾当的在里面 是 好 谢谢江苏的习先生 这个反腐本身就是牺牲品 所以这些官员们 自杀死亡的官员们 他们也自然是作为这个刀下鬼 好 接下来一位呢 是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喂 那个我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 这个 刚才您说了 就是这个 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自杀的 这自杀呢 因为中国的这个 有个特殊情况是什么 中国的这个官场和中国民间啊 就是一种特殊情况 它就是人死全了 他一死了 他那个 他贪污那些钱 就全归他们家了 但是这个贪污这个犯罪分子呢 他也深知道共产党轻饶不了他 所以说呢 共产党人是专门是整人有助 他也至少自己下场好不了 还不如自己一辞了之 把钱留给家人 所以我要说就这一点 好 谢谢天津张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是贪官太多 那么反腐力度稍微大一点呢 这些压力就来了 总有一些胆子小的 或者是稍微有点廉强的呢 就受不了了 但是这个呢 能证明这些人确实是该死了 我就说这点吧 好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 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就是刚才呢 这个观众朋友也讲到 就是有几种原因 就是脸皮厚的 脸皮薄的 那么一受到压力大 那么对他来说 他没有办法忍受 还有就是他一死呢 就可以一了百了 把所贪污的这个钱财呢 装进自己的腰包 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之外 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还有呢 就是我想问问 就是这些官场的 这些官员 他们非正常死亡的 一个呢 就是据官方的 他们的这个报道 说一是畏罪自杀 畏罪 那么也是因为压力过大 另外一位呢 就是他们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是 这个心理上有抑郁症 老百姓呢 讽刺 他们这个解释说 是这个中国官员的 所谓的关心病啊 这个当官的心理上的 这个得了病 那么您怎么看 这两种解释呢 这个他后面 究竟有什么样的 这黑幕 那么您作为这个 在国外的观察者 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我们当然不应该鼓励 和赞扬一个人的自杀 因为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自己这个实施生命 我觉得都是不应该的 都是应该这个批评的 但是呢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一个官员 他能够这个 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他大体上来讲 前面的观众讲的很对 他至少还知道有一点羞耻之心 而且呢 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死了一个 死了我一个幸福千万人 你比较像天津的这个 前市委副书记 这个政协主席 盛平顺的自杀 就挽救了天津的整个官场 也挽救了这个天津官场里面的 一个幕后的一个人物 李月凡 所以很多的官员 他死了以后 那么纪委或者是检察院 对他的追查就会 多半是不了了之 所以他们确实有一点 就是说 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全家人 和保全他的同僚的 这么一种方式 那我也讲的是前面 这个张教授讲的 和其他一些媒体所讲的 官不聊生和高危职业 我觉得官不聊生 这种说法是非常的交情 是非常可耻的一种说法 因为呢 中国只要当上一个公务员 他的一生的一事无忧 只要当上一个科长 当上一个局长 他基本上是享受无忧 如果当上了一个局长和部长 他基本上是非和无忧 一生的非和无忧 如果他当了国家领导人 他和十辈子都没有问题 和一百辈子都没有问题 那么他的家族 这个富口帝国 富口帝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有几个中国最高层的家族 是不腐败的 而且不适宜 他们的财富根本不是以千万来计的 都是以上亿的财产来计 他自己的儿子不腐败 他的女儿就腐败 他的女儿不腐败 小舅子就会腐败 小舅子不腐败 他的这个唐说唐亲就会腐败 从这个记忆来讲 那没有一个中共的这个最高层的阶层 是可以读得了的 所以用官不了层这么一种说法呢 刑警官员经历的状况 那是很可笑的 那你把官员字样出来 让老百姓当当光看一看啊 对不对 那高位职业 这也是不对的 高位职业 难道比工人的这个职业更危险 难道比这个这个自由民主分子的职业更危险 难道比这个这个知识分子 或者其他的生活在危险的职业里面更危险 不是这样的 中国人高层的这个腐败的这个极高的回报力 使没人感觉到是危险 如果是危险他会去当那个部长吗 如果是危险他会去当那个国家领导人吗 我觉得从高位职业和官不了层的这么一个角度 去分析今天的这个反腐败的官员的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比较交情 而且是不准确的 而且很引领为跟他们去逃避 中共的这个反腐败 正是因为腐败 这些官员则就当官 正是因为有腐败的机会 这些人则会去当这个公务员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他们的被抓 他们的这个自杀的比例 这个增加 这一点都不奇怪的 那自杀率最高的在美国 那可能是陡场 对不对 因为陡场的回报力可能最高 他的风险 那是不是再大呀 是不是应该我们更多的给他赋予某一种评价 觉得陡场是一个高位的这个职业 其实这是我觉得是有所偏颇的 对不对 这个张教授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这么一个 一个传递 更不应该应光不聊生的这么一个词 来行进这个团队 好的 等一会儿让张博树先生来做一下回应 不过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来的电话 一个是吉林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您好 是我吗 是的 请讲 我认为这个是这个 波源自杀 多数的那都是习近平 现在打虎打得厉害 他们吓的 他整天惶惶不可终日 恐怕打掉他 他生不如死 所以说他自杀 这种情况下 他自杀了之后呢 他落个清白 如果他不自杀呢 他落个贪官 在历史上 他留下这个臭名 你这个自杀率40% 我认为他应该多点 80% 90% 多死点才好呢 最好的 你这个高官 这个 这个 前元老子 你这个省长 多下次点 你市长多下次点 你县长 县长 你多过下次点 我们老百姓才乐 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吉林的吴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 参加讨论 高先生您好 喂 你好 共产党 他这个本身就是 黑社会体制嘛 总是用黑社会加法 来承设法官 你像 就比如说 沈泰博西来吧 为什么不能公开 让大家都 你 只要是公民 都可以免费去听啊 可以不用 那个 讯会不用去 查那个片子啊 有罪的 不是贪官有罪 贪官它是人啊 你这个权力 不是我进度 我当官 我当然要让我的亲朋好友 都跟着我 发大财 发家之父 一人得到 亲戚之权啊 这个有罪的不是人 有罪的 是这个制度维划 好的 资金庭他这种白腐败 实际上就是一种 黑社会的白腐败 是巩固权力的白腐败 好 谢谢 好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 我们还有差不多 三分钟的时间 把时间交给张波树先生 第一您对刚才 和平先生那个看法 做一个回应 另外再请你 对我们几位 听众观众朋友 打来的电话 发表的看法 谈一谈您的意见 好 谢谢 刚才我听到这个 和平老兄 谈了一点不同的观点 他觉得高危 生态这个词 用来形容 这些共产党的围观者 似乎 这个好像太 对他们那个了 因为我们确实的话 有很多 这个自由知识分子 在追求中国民主过程当中 付出了更多的牺牲 那你要说高危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 更危险的 这样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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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领域 这个也不假 但是我说的 当我讲 说中共的观察 它这个高危生态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另外一个 不同意义上来讲 这两个之间 实际上不具备合比性 我说的这个观察 的高危生态 指的是 中国的观察 和其他国家的观察 特别是和民主国家的观察 之间来进行比较的话 那么它处在一个高危生态 所谓高危生态 就是说 它有了太多的诱惑 同时又有太多的陷阱 那么它容易犯错误 它容易出问题 容易腐败 而且的话呢 除了腐败以后的话呢 那么对它的追究的话呢 还面临着许多 所带有中国特色的 这样一种特点 因此的话呢 这种高危生态 它带有非常明显的 这种党国体制下的 这么个特点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作为一个 在中国的悲观者 它一方面它有很多的 可以飞行腾达 可以腰藏惯惯 从各种方式的话呢 也可能一下就 非常天上下了 但是的话 也可能突然间就被打下来 而且的话 莫名其妙地就被打下来 这情况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这样才产生了 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 有许多官员的话呢 最后居然是自杀 用这种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 然后来摆脱他的这种困局 那么话说回来 这种生态的形成 归根结底 是由于我们当下 中国这样一种党国体制 这种体制 权力是不受监督的 是不被制约的 或者说的话呢 它没有受到我们应有的 那种来自权力的 这种合体设计 来自公民社会 来自自由的媒体 来自一种公民的 这种对政府的批评 这样一些的监督 它是不存在的 或者说非常之弱 而且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 党国还是在继续 拒绝 是吧 来自这些方面的批评 拒绝来自这个 宪政民主的这方面的呼声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党国这种官场的高危生产 它就还会继续 但这种继续的话呢 不但是会 给这些围观者 继续造成这的压力 而且从我们整个国家的 转型来看 这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因为中国的今天的情况 已经看得太清楚不过了 是吧 那么中国要想往前走 必须通过一种 这个宪政改革 和民主转型的形式 是吧 要从根本上的话 对中国的政治结构 进行替换 不管这个替换 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 也不管这个替换 经过需要多长的时间 但这件事情大势所趋 是吧 所以我想 即便是从那些个 围观者来讲 是吧 他自己要想把这个官 做得更差一点 是吧 就像我们在民主国家 所看到的这些个 这个官场 作为一个职业领域 是吧 这些围观者他可以合法的去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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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执行他的权利 是吧 履行他的业务 同时的话呢 也合法的说 获得他的应有的收入 而不去搞那些个 外面行道的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呢 在中国现在已经显得 如此的弃绝 甚至你就算是一个 本来还好像是 还不错的官员 但是只要到了这样一个 领域里边 那么他的话 往往就被陷进去 他就他就难逃 这样一个东西 这本事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 刚才几位听众的话呢 大家在这个电话里边 也都谈了很多东西 我都赞成的 因此我觉得 就中国当下这种官员自杀 频频自杀这种现象 恰好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中国的民主转型 是势在必行的 是吧 既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 为了我们的老外星 其实也是为了这些个官员 这些官员如果想 是吧 这个本分的 是吧 这个踏实实的 合法的做一个官员的话 那么体质必须改 否则的话没有出路 好谢谢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感谢美国民进集团 总裁何平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 客座教授张博树 来参加我们的今天的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 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时事大家谈节目 已经登陆各社交媒体平台 希望您能更直接 更频繁的和我们互动 好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讨论 奥巴马亚洲行和大陆儿童 香港街头方便 这两个话题 请您在北京时间 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宇舟 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神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